從2018年喊出的數位轉型 2019年開始發展歐陀線上線下整合 在快速改變的消費者行為 中美貿易戰帶來的國際形勢變化 以及破壞性創新的科技影響之下 零售產業正面臨著各種不確定性 而專家是怎麼建議零售業者 這樣的危機變成轉機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17日 由張藝生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未來商務焦點的疫情重創 考驗零售業及戰利三大數位策略 讓危機變轉機 根據情業重信去年到現在的觀察發現 企業如何及時掌握消費者的需求 將會成為接下來一年中 零售產業的發展關鍵 針對需求的即時應變力 就會成為擴大先驅者與追蹤者的樞紐 如果要符合即時的應變力 專家認為企業可以從以下三個策略來著手 同時這也是接下來2020年 零售產業的發展跟趨勢 策略一 增進數位應用能力 5G將在零售業中扮演數位化的重要角色 而且它可以直接影響到企業對於數據的應用跟分析 它能夠瞬間連接全球數百個設備的集結點 而且它可以用將近三倍的速度 快速合運各節點的需求 另外AR跟VR的情境式消費體驗 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舉例來說IKEA的PLACE這個手機 能夠讓顧客模擬產品放在家中的任何角落的情況 更將AR應用在售貨服務上面 來提高顧客的滿意度 而全家便利商店的科技店面 更運用數位的整合影像來分辨產品 並分析人流跟客源 同時透過通訊技術精準的定位產品 從建立前端的消費行為的評估 到後端的倉儲物流系統的整合 策略二 導入線上集單的訂貨機制 傳統零售商在進貨之後 會直接將商品陳列在貨架上面 被動的等待消費者前來購買 但是進貨量太少會需要後續的調度 而且多趟的運輸會增加成本 所以如果訂貨量太多的話 就必須承擔庫存的壓力 然後間接的降低資本的流動性 所以近期各個零售商就會開始建立社群 消費者只要用手機掃調一下QR Code 立刻就可以進入店鋪或是品牌的LINE Facebook或是團購的群組 企業也可以針對群組會員推銷限量商品 主動集單集貨 舉例來說 2019年末開始 7-11就著手進行分店LINE的團購社團 在結單之後收到多少訂單就進多少貨 大幅降低了庫存的呆帳成本 除此之外 店家跟會員還可以在團購的群組中即時互動 7-11透過每個分店LINE群組讓統一這樣的大企業 也可以即時掌握在地的市場對新產品的反應 顧客也可以直接詢問商品的相關問題 或者是訂單的處理細節等等 間接的增進企業跟顧客的連結 加強企業在消費者中的品牌定位 策略三 建立逆物流的管理機制 逆物流的衍生費用一直都是零售業沒有辦法忽視的成本 光在台灣 實體店鋪的退貨比率是15%到20% 電商的換貨、退貨或是氣氮的比率更高達40% 所有的運輸物流費、報廢的處理 或者是整進的費用都是無法忽略的企業成本 但是在物聯網以及數位零售的價值之下 零售業就可以加強逆物流的管理的效率 也是接下來提升零售企業競爭力的關鍵 一旦建立了整合性的逆物流機制 企業就可以獲得以下的益處 第一個落實及時庫存更新 是點到點的策略 利用數據對於市場變化的偵測 能夠串連每個逆物流的步驟 直接預測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反應 甚至可以預估市場退貨的可能性 預先為退貨來做準備 進一步即時更新後端的庫存 這樣一來企業就可以即時因一次市場變化 做出相對應的反饋 也舉個例子來說 透過5G的通訊系統 電箱就可以依照前端多位消費者的旗號變動 統一即時回饋後端倉儲的進貨 除此之外調配各種商品的進出貨 加強資源調度 以避免供不應求或是供過於求的極端 第二個數據分析退貨的原因 有效加強消費者信任 根據情業重心的一份報告指出 歷經傑出退貨流程的消費者當中 有82%的消費者會認定這次的消費是正向體驗 然後對品牌產生信任 所以只要長期利用大數據 來觀察消費者的需求或喜好 或者是關鍵退貨的原因 而且確保換貨的流程選擇多樣 以及逆物流進行順暢 就可以為下次的訂單來做出準備喔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科技來自於人性 2020年零售產業將會透過數位融合 數據分析跟社群影響等等的工具 來為未來固執 而零售也將從消費者的需求 為核心的出發點 平衡兩者將零售產業 帶來新一波的革命浪潮 也是未來一年中 零售企業在數位紅海中奪勝的關鍵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 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的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還有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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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